反調氣膚醬油等調味料 散發濃郁香氣 四五十餐廳保齡茶室 風暴燒到台南案例再加一 台南50歲富人 21號下午1點到2點 到信義A13保齡茶室用餐 只點了炒果條 當天晚上立刻出現 頭暈腹瀉嘔吐 茶色尿等症狀 他從3月21號開始就不舒服了 那剛開始症狀是不嚴重 所以他忍了兩天 3月24號才到台北的醫院就診 富人因為送貨工作關係 究竟吃了一份保齡茶室 炒果條送一治療 24號先入住台北仁愛醫院 25號轉診台南市立醫院 立刻檢驗出肝腎功能異常 先入住一般病房 但26號病情急轉直下 急性肝衰竭改住家戶病房 目前意識清楚 直到27號家屬才告知 富人曾經到保齡茶室用餐 到晚間9點半 院方緊急通報衛生局 都是保守治療 用藥物治療 並沒有到洗身的程度 也沒有特殊的藥物可以治療 大概也使用一些抗生素 治療可能是不是有其他細菌 支持一些做肝功能的支持療法 保齡茶室疑似果條出問題 談了一位富人點華南河粉 兩天上渡下瀉9次已經康復 最近一位吃草果條 吃到急性肝衰竭 好險病情還算穩定 但全家人已經嚇壞了 記者來觀賞王書宏台南報導